今天在三藩市APEC开幕前两日,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会见中国国家副总理何立峰,并围绕国家安全到气候变化等议题展开讨论,希望借此降低两国经济关系的影响。 召开会议的地点位于距离华部仅两个街区的一个酒店之内。 叶伦对何立峰的到来表示欢迎,他说自己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三藩市度过的,这里是他第二个家。 而三藩市也是美国与亚洲关系显而易见的地方,从一旁充满活力的华部就可以看到深厚的经济连结。 他说三藩市是推进美国与中国取得重大进展的合适场所。 接着耶伦表达,希望透过开放和实质的讨论来建立美中关系的坚实基础,并重点强调美国无意与中国脱钩,脱钩将会造成世界级的经济灾难。 何立峰在美三藩市是个美丽的城市,他希望通过在这里的会面,可以让中美关系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。 他提到,习近平今年会见了多方美国前来北京访问的人士,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,中美持续频繁的交往和互动可以加深理解。 今年7月,何立峰已经与耶伦在北京会面,他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全球交流,更好地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共识的向前发展。 新岛记者徐明月,三藩市报道。